歡迎大家收看每週港股 今天我們由Rafi 中文證券香港研究部董事王維浩 和我們繼續看事 你好Rafi 大家好 疫情持續 世衛正正將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港股可能因為前兩週累積跌了1500點 今天算不想有技術性反彈 但彈又沒有什麼力量呢 其實有彈,但真的彈得不太合格 說真的,你過去兩天跌了1500點 甚至不要看兩天,只是昨天跌了800點 變相跌800點,就算一般傳統的技術反彈 可能比較合格的,也算是彈回跌幅的一半 你今天連400點的升幅都沒有 甚至乎開閉那一刻已經算是暫時最多的一段時間 都縮得明顯的話 其實也發現大家的情緒、看法 都是比較負面 即是一旦高了 有貨的都會先丟掉,先離開 而性物勢就比較難再推上去 也會壓下來 但暫時來說 當然你說完全反映了疫情因素沒有呢? 這個一定是大家都知道未來的 因為始終一來,你說疫情現在去到什麼階段呢? 一般都相信還是一個叫做起步的階段 即是你說最高峰的時間,也可能真的未到 反映上對市的反應一定是繼續偏離淡的 再加上,我想暫時來說 特別過去幾天,你見到 就是每逢一旦相,其實那個沽壓都比較沉重 所以我想如果你未來真的見不到這個疫情消息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喘定或是回穩的話 市場就比較難看得特別樂觀 更何況這些位置都比較關鍵 因為26500附近都是由8月份上來那個上升軌的位置附近 其實這裡已經是穿過一下 要看看這些位置,究竟可不可以繼續站住 如果可以的,亦是有機會做幾百點的反彈 但如果不可以的話 向下來說,要再試一定有這樣的機會 甚至乎落到甚麼位置 坦白說,你說要量化時跌多少點 真正因為疫情 但如果大家最例牌地拿回SARS做個參考 當年SARS的時間 行指跌了大約一乘半、一乘六附近 如果以今次我當作跌差不多的跌幅 以之前高位大約29112來計算 有些機會落分25000左右 以分量度幅度來說 所以如果一旦向下再試 我覺得真的要看這些位置 所以大家在部署上說,也要小心點 如果沒有貨在手,當然要觀望再部署 也未遲 因為長遠來說,當然對市民不是太擔心 因為疫情,我想大家都知道是短期性的影響 長遠會否影響整個市場的基調 是突然由本來今年偏樂觀 變得很悲觀呢 我覺得又未至於 雖然不是那麼重貨 或者是給現金在手為主 那就再等一等 但如果本來仍是比較重貨 或是過去兩天都不知怎樣反應 那也是那句 好像今天為例 有得彈高一點 我覺得考慮減一減幫比較合適 暫時看看26500元的位置 究竟可否撐住 如果向上去的阻力 是不是還是比較近一點 如果向上來說 我想還是在268元 或者多了128.270元 應該都會想頂住 所以除非剛剛提到的 例如疫情事件 真的突然轉得很好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這市場比較難 另外留意多個關鍵 就是下星期A股服侍 始終A股服侍 預算A股也一般 但這對港股來說一定是再拖累 我覺得要再看一看 因為過去這幾天提多一點 市場不急或兇狠 某些人想因為A股沒事 假期前那些A股的投資者 有些做了一些耗倉 需要透過這幾天 可能在港股這邊也好 或者外圍一些 例如A50指數也好 是做些對沖的 所以這些時間 你會看到沽得特別狠 但也是下星期A股有市的時間 至少他們可以到A股市場裏 做一些相關的舉動 變相會膽化香港捱沽的角色 所以短期不排除一些喘息機會 但你是否要大膽或者轉生細 剛才也說了 就好看疫情方面的發展 明白的 暫時是26,500至27,000個位 如果一場中期 可能也有機會再下至25,000個位 如果暫時被觀看 明白的 暫時還是不要鬧底 策略上 即是觀望 其實暫時也難猜底 當然下跌了很多 由29,100至今 都沒有了兩千多點 但你是否等於適當地可以鬧底 如果完全輕生 沒有貨在手 這些位置搏一兩下反彈 不是不可以的 但這些轉購可能會比較少 但如果你負了一個鬧底 負了一個中線 始終現在就不太建議 因為我剛才也說的 疫情對市要下跌多少 我覺得是難 在一個點數上 實際地告訴大家 跌多少點 所以現在叫做跌夠未 難說 所以負了一個中線 我建議先觀望一下 明白的 但見到有些個別的辦法 就在這個時候 就算這幾天的市況這麼差 就是醫藥股 而且不是大家熟悉的 中生製藥股 不是這些 有些二三線 比較小的醫藥股 又說公司已經 組成了一個研究組 去研究疫情 如果有藥股 已經算是一個新聞 但有些著力研究 大家都已經可以樂禍 對於這一類股份 Rafio的看法會是怎樣 我想純炒作為主 當然說一句 以往有疫情 或者有這些大疾病 大家平常找一些 所謂相關的受惠股 還是選藥股 你有病一定選藥股 這是很合理的 但這次有些不同 就是以往選藥股 這樣追 整個板塊都追 或者是 如果差點看下去 反而是選一些大隻 大家剛才說 例如石藥 媽媽七 會比較以往集中 但這次真的反過來 反而不是選大隻 而是選一些比較 二三線 所謂小隻的藥股 所以炒法已經明顯不同了 再加上 很明顯特別地 就是當某類別的公司 某類型公司 有說到有做到這些相關的 可能想做研發 或者是想做一些研究小組 甚至有些藥股 好像正在出來 就馬上落入獄 所以這是投機味蠻濃的 因為我自己說的 不是否定他們的研究 或者藥股 我自己也不懂 或者現醫到這個肺炎 也不知道 但問題是 一天未見到 官方公佈 你很難担分各地公司 自己說 就當它一定是 因為如果是 沒有理由 不加快入入目錄裏 而令到大規模生產 去到醫治病 沒有理由見到這些效果 所以暫時 純粹是炒作外主 所以這刻來說 特別過去這幾天 好像最例牌 最表表者的 八月二五 就是中國醫療 八前後 升了幾倍的時間 如果你說 沒錯 可能有些關係不出奇 但也升了幾倍的時間 但現在才問追不追下去 我覺得風險是幾大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 升得快 都會愈眉回得快 可能一兩個消息 一程清發 沒有這些事 或者不是的 可能馬上拆下來了 所以現階段 去追的話 我自己說真的 就不建議了 你說 幸好在早兩天 有追到的 其實反而 今天來說 在週末之前 不妨考慮試一試股 我覺得現在才再考慮買下去 都挺大的風險 你剛才說的八月二五 就是中國醫療集團 今天也升了六成 還有六成 因為14天RSI都很嚇人 是99.44 所以隨時有些回套壓力 現在再追就不提見 急跌到你不信 但不說有這麼極端的例子 可能整體那些二線醫的股 其實看法也是差不多 都是不建議這個時間追 如果你們追的話 不是不行 但就變相是一些 短線的炒作為主 甚至火得要嚴控 一些目標和各自虧位 但你說跌破某些支持位 我想考慮先走一走 因為剛才也說了 最主要一句 你都不知道 是否真的有這種藥 是真的可以治療肺炎 沒有一個很實際 官方的說法出來 所以大家不知的時間 純粹是資金的推動馬 然後就進行做 這些就變成短線的補足為主 明白的 也是轉身化為主 今天就剛剛有個焦點板塊 說的是蠔賭鼓 不知為何彈不回 譬如金沙都彈差不多百分之二 但又不覺得有甚麼特別證明的消息 去支持這個行業 或者又不見疫情 有甚麼會不會 是否都是一個 和大市差不多超跌的反彈 我想都像是 即是說真的沒有消息 你說為何會彈回的 真的不知道 唯一可以解釋 就是因為過去兩天 或者過去這一陣 其實跌得很急 跌得很急 跌得很急 一些技術位去到超賣 有些反彈 其實就不出奇 跟市值有一點相似 因為其實你說 實際的情況 我想還是比較偏淡 一來本身都知道 武漢這個肺炎因素 都很影響大家去澳門的薄草醫獄 甚至澳門這一刻都封閉關 其實你要去都去不到 所以很衝擊那個賭秀會 只靠本地人的話 其實拉動不了太多賭秀會 甚至澳門特別對內地一些遊客 都不批簽證住的時間 就算我當你短期疫情受控也好 不是說受控這刻 就立即恢復簽證 政府或官方都要看一段時間 所以這裏有幾個月 那裏可能看得到頭半個月 最快要令賭秀回穩 復甦 不排除第二季尾 第三季才有機會 所以這刻是一月份的時間 你說是不是這麼快要撈這個板塊 做中線 我自己會有些保留 所以你說只不過是叫做跌得多 一兩下反彈短線的一些 薄反彈的捕捉 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你說長線始終有些保留 而且始終本身 我覺得另一邊商最主要看 就是過去這幾天 本身是預了一個旺季 即是一個農曆新年 但是你看到數據上說 特別是初四、初五這些 單日去澳門的人數都大跌成九成、八成 我覺得都預了這段時間是差的 所以接下來業績方面 例如金沙維禮 其實去年是四季業績 其實去年是四季業績是不差的 大家都預料了 有些樂觀 但問題是大家不是看業績 而是看這一刻和接下來的情況 如果你說這一刻的情況這麼嚴峻 不排除接下來都會觸發每些行業績 可能要剁股值 如果行業績手起刀落 剁股值的話 我覺得股價也是有下限壓力 所以只不過是一些技術反彈為主 暫時我覺得這個辦法還要先給一避 基本上淘楼就直接受到疫情的衝擊 所以就不覺得是一個可以鬧底的時間 暫時不是怎樣鬧底 因為也是那一句 你說這個是否叫做底 也不敢說 你隨著疫情如果接下來的數字還在上升 我相信股價一定會反轉再下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反悲掛偶 所以我覺得 除非看到我突然確診的數字 是有一個企穩或下跌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暫時這個辦法的股價 也比較偏弱為主 另外一個支持得比較厲害的板塊 其實支持甚麼都很厲害 但有一個其實不太直接受影響 但是跌得很厲害的就是手機股 就是手機設備股 例如手機Marble、瑞星、信羽 昨天大家擔心內地的工廠 可能要延遲復工 會影響到整個手機供應鏈 都不知道何時才可以恢復生產 所以整個系統都下跌 但今天就很快彈化 很飄忽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 大家未有這個疫情之前 對這個辦法的看法 今年普遍都是挺樂觀的 因為一來如早 有五支援機潮 又或者很多不同的生產商 都出很多款手機 對這些設備股的訂單 一定有一個比較大的推動 本身看得上是樂觀的 所以你看到本身樂觀 當股份有一兩下跌下來 甚至乎當市一兩下跌下來 他們一定會彈得明顯 這是本身的看法 令大家願意短線追回去 變相彈幅是比較明顯的 但是現在這一刻來說 始終要加上這個疫情因素 本身大家都覺得 疫情對這堆股份 好像沒有影響 但其實現在慢慢看一看又不是 可能有機會有實際影響 即是可能間接一點 但也是有的 因為始終 例如蘋果為例 其實昨天也有些 專體蘋果的分析師 都說到 就是這刻 如果你說內地的廠真的停工 或者員工真的不能回到廠去營運 可能未來三月打後 蘋果的生產就有機會有阻滯 即是供應就少了 反正都出不到機的時間 怎會向你落單 那些設備股一定是有影響的 始終你說這段疫情來說 其實很多員工在過去春節回到鄉下 根本都不能回到去住 所以別說零部件供應是員工短缺 所以自然的影響性不排除是有的 所以你說這段時間來算 其實這個版法遇到比較波動 即是實際可能有些影響 但本身大家看法又樂觀 所以形成就跌完之後 有時好一點要淡一點 即是會波動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放回中場線 當然我看法上又不是太悲觀 因為剛才提到今年也遇到一個 即是換機潮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佈了一個中場線 那我覺得不妨可以等它整股多一段時間 如果你說調整多一點 令到股值是合理一點 那才做一些可能中線的部署 那特別當中 都是不離兩隻龍頭 尊宇和水星 那如果你說比較穩陣一點 那我覺得尊宇更加是當中 比較好一點 因為始終的產品技術比較高一點 所以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抗跌力 所以你覺得這一層雖然它不需要跌 但都屬於一個高位做一個整股 即是不是說股份活得太深 又或者跌穿了所有平均線 它還未至於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 看著一百二十五元左右 如果初步一二五這位附近有支持 的話 我覺得都不妨可以到時做一些第一住入級 那你慢慢做一些中線的考慮 嗯 順宇可以看一百二十五元級 現價是一百二十九元 差一點 就到了RARPI 覺得可以吸入一價 那如果中線的目標界 可以看到它有多少呢 能否回到去 例如去年七月的高位 可能一百七元左右 其實今年本身大家的看法 是覺得會到的 即是有很多項目標 都可以看到一百八十個外 就算你說這一刻 我當你真的有些疫情因素 影響了進度 即是你現在可能慢慢不出奇 那變相打個折 你說要試一百七十元這些位 我覺得機會性還是比較大 但你這一刻 如果慢慢賣得下去 要給耐性 即是我覺得又不會像去年年尾 那陣那麼斜的一個聲浪 再立即出現 但如果你有些耐性 當疫情過的因素慢慢消卻 我覺得要試一下這些高位 是有這樣的機會 嗯 明白的 除了信譽 可能有些相對沒有手機MARBEL 那麼大的 例如優泰 或者通達 那些 又不可以 或者5G的設備股 其實是否都可以在這個時間 要留意 要趁低吸納呢 我覺得版法上是 還是看得不錯的 但問題是個別股份 例如英特陸好像有太為例 其實近期它的勢是跌得很明顯 即是較量就是MARBEL 是跌得特別多 那我想最主要來說 因為它本身之前升得特別急 那股價是絕對比較貴 那所以對它那個 即是你現在這些時間 大家一稱股價的時間 一定是股價會比較大的售碼性 所以它的股價是相對跌得比較深 那我覺得如果以分建階段來計 起碼看著就是11元這個大位 究竟能否收到 若你是說11元這個位是收得到的 那可能才有機會做一些反彈 但是中線來說 我自己暫時就覺得仍是有些保留 我覺得都是 因為始終的勢不太美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比較大一點的 調整的位置 如果11元邊再穿的話 不排除下大約10個半左右 那我覺得可能在那些位置 才慢慢吸引一點 明白的 整個sector的前景就沒有問題 但case by case 個別的股份 可能有些股息比較高 就要小心賺一點 明白的 就看一看有什麼問題 對啦 各位 我看見陳天輝說是否現今為王 現在這樣的情況 那可以當然啦 如果你不是太心急去入市 或者是叫做 好好的 是之前叫做 高懷也叫做 慢慢退貨走 那其實現在當然先看短一點 我覺得要罵也不用心急 因為其實 你說現階段 剛才開始都說的 就是疫情 是不是已經去到一個 大家公認地覺得已經高峰出現了呢 那我覺得又不是 你說如果慢慢公認地覺得 高峰出現了的時間 那一刻入市 你的直迫率勝算會大很多 就是市永遠是下千少少 但是如果這一刻 都覺得未去到最悲觀的時間 那就是意味著 那一天有機會再下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收入上衣 是準備了現今的 不需要那麼心急 就是你說這些位置 你一兩柱小柱玩一下 反彈或者搏一下想落 那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說這些位置 是不是適宜入市 或者是做一個很中線的撈底住 呢 似乎暫時 我覺得都要先觀望一下 嗯 其實就不需要說很害怕 很避險地 賣掉貨物 變成了貨物 但是與此同時 都不需要說 禁於入市 如果你有很重貨 我覺得都要減下磅 但是是否需要先走 看看你拿著什麼貨物 如果你說你真的拿著 剛才說的 譬如島股 又或者航空股 是真是很首當其衝地 受疫情影響的 那些就真的要 所謂大膽一點 斬一攬先 如果你本身拿著 可能是新經濟內的股份 當然不是說不用跌的 但是如果你說 以實際的情況 又或者放長線的看法來計 這些股會還是比較樂觀 我對你拿著這些 不妨可以先走一走 即是說跌幅 就算跌幅 也沒有直接受到疫情衝擊的 辦法 就是航空、旅遊相關的影響 或者借了手機 明白的 也有朋友問 之前說的中概股 5G股是否縱成氣候 5G股剛才Rafi說過 其實今年也看好 再看好 但是可能都是個別 看看股份的股值 會不會有一點點高 再跌多一點 再入市就會好跌 中概股怎麼看呢 即是回流 回歸 其實都應該沒有影響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大改變 我覺得你說 個別中概股 會不會因為疫情回來煮 當然他們的考量 可能是招股的反應 但是始終牽涉了 他們回來 可能是第二上市 有點像阿里巴巴的話 其實最終招股的反應 會不會 我擔心 集不到支 抽不到水 我覺得又不是特別擔心 所以暫時來說 我想又沒有影響到完全 因為疫情熱去打散 退堂股 但是可能進度是慢一點 不奇怪 因為這段時間 不是他們本身有什麼影響 但是各行各業 可能經營的環境都拖慢了 因為你有疫情 很多事都做不到 例如大家有HOME OFFICE 又未必是上班 可能很多事都會停下來 慢一點 所以回歸的速度 可能比預期慢一點 但是會影響到完全不回來 我覺得暫時又未至於 所以當疫情慢慢叫做過去了 或是淡化了 傳靈回來的時間 大家重新看回市況的基本因素 我覺得中概股 還是其中一個 是今年的一個主題之一 可能大家都是遇到年中的時間 就會在中概股上 開始回歸的高分期 可能有機會會再退遲一點 但是對於後市支持的利好因素 都還存在 只會阿倫這麼說 明白了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保重 疫情不知何時會過 但是股票先看著2萬 希望大家今年多賺一點 還有身體健康 對 身體健康最重要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